记者詹世宏云林报道,云林女婿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 今天早上,陪同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立善到斗六溪市场扫街败票 或市场内摊商与民众热情欢迎,纷纷抢住拍合照,握手,动顺声不绝于耳 更有热情支持者送上肉粽,包子跟菜头,预祝他们能高票当选 张立善表示,韩国瑜与侯友仪是南菜饭、北神探 但是南北连线不能漏掉在中间云林 所以完整的应该是南菜饭、北神探、云林上场张立善 新北、云林、高雄三个城市北中南连线 不只在选举可以相互帮忙拉抬声势 如果将眼光放远,三个城市更可以在上创造许多城市治理上相互合作 以及策略联盟的面向 韩国瑜表示,在农业上,云林县与高雄市以及新北市可以组成跨县市农业策略联盟 云林是农业大县,高雄则是拥有超过277万人口的消费市场 如何利用跨县市的农业联盟来替农民解决消失横的问题 以及让两县市的消费者能品尝到双方产地新鲜的农与木产品 为消费者与农民朋友争取最大福祉 创造双赢的局面 这是两座城市可以共同努力 张立善说,自己这次竞选的主轴同样摆在要让云林大船入港 经济上场,希望极由云林国际商港的改制 让云林产业转型升级 其实跟韩国瑜提出的概念相同 就是农工商每项产业的钱云林都要赚